美股不缺新鲜事 大家好,我是阿吉 欢迎来到美投凯新闻 Hello,大家好,我是阿吉 今天市场低开高走,震荡上扬 三大股指似乎很努力地 想让我们过一个好周末 最终只有道琼斯指数收涨 涨幅为0.1% 标普500和纳斯达克小幅收跌 跌幅分别为0.12%和0.18% 今天导致市场低开的 肯定要数大飞农就业数据了 那么我们一会儿就来分析 这次的大飞农数据 板块方面 今年五个板块上涨 六个板块下跌 其中材料和工业板块领涨 涨幅分别为1.1%和0.62% 能源和科技板块领跌 跌幅都在0.6%附近 除了大飞农 今年还要关注一下油价 最近影响油价的因素非常多 未来会不会继续上涨 推动通胀呢 还有各大机构 对于明年大盘的预期 这出现了20年以来的重大转折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上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最重要的宏观数据 大飞农就业数据 这段时间所有投资者都在紧盯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信号都在往降温的方向发展 只有劳动力市场依旧火热 所以目前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而今天出炉的大飞农似乎没有缓解人们的担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美国劳工部发布了大飞农数据 数据显示 11月美国新增就业为26.3万 高预期的20万 失业率则维持在3.7%不变 依旧处于历史低位 其中11月就业增幅最大的一项为 住房餐饮娱乐 英文叫Leisure and Hospitality 这里面包括了住房餐饮和娱乐三块 这一大项本月增加了8.8万人 仅餐一项就增加了6.2万人 其次增加最多的是医疗行业 增加了4.5万人 再往后是政府增加了4.2万人 上个月就业火热的制造业 这次就相对放缓了一些 从3.2万人下滑到了1.4万人 进一步印证了我昨天的观点 现在制造业还在撑着 相信不久后用人的数量就会开始减少 说到减少 零售这个月就少了3万人 百货商店是主要原因 减少了3.2万人 服饰、电子产品与电器 还有家具零售也下滑了 说明尽管感恩节时期出现了短暂的爆发 但非必需品的消费疲软 已经传递到了用人需求上了 交通运输和仓库的就业情况也有所减少 从行业上看 就业的情况依旧维持之前的主旋律 疫情受打击的行业 比如餐饮、医疗 现在还很火热 而另一方面 加息的效果正在逐渐体现在消费相关的行业上 首当其冲的就是消费非必需品相关的行业 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的消费品行业受到影响 对于本次的就业数据 阿吉其实最关注的是薪资的情况 鲍威尔周三的时候就说过 薪资将会成为未来最重要的关注点 而且还指出 当前的薪资增长实在是太快了 无法让美联储达成2%的通胀目标 这次的大费农数据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 数据显示 工人的平均时薪环比上涨的0.6% 高预期的0.3%和10月的0.4% 同比上升了5.1% 这样的数据显示不容乐观的 加剧了薪资带动通胀螺旋的风险 其中服役的薪资增速反弹 是这次超预期的关键 医疗教育 零售批发和住房娱乐的平均时薪增速 都在这个月出现了反弹 商品团的薪资涨幅则继续放缓 主要是制造业驱动 有的观众可能会纳闷 零售不是就业减少了吗 怎么工资还上升呢 阿吉认为减少的就业对整体的影响不大 贸易零售雇佣的人是上千万的 少了几万人还不至于会拉低整体的薪资水平 针对如此火热的就业数据 华尔街也很头疼 资管公司Principle的策略师就说 太热了 加了这么多的息 还能有26万的增长 这不是开玩笑的 汇丰银行也表示 当天市场还在猜测 美联储在明年2月份就会暂停加息 开始观望 这显然已经不可能了 其他人也指出 这数据就是给市场又一级灵魂重锤 美联储肯定要往更高更久的方向走了 不过大部分的华尔街都认为 虽然数据火热 但不会改变美联储12月份要放缓加息的决定 根据CME 现在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依然在77% 阿吉认为 我们先忽略市场预期 单从数据本身出发 可以看出 11月出现就业减少的行业比10月份的要多 证明劳动力市场的放缓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之前分析了近两个月的非必需品消费疲软 也终于在这次的就业数据上显现了 服务业的薪资反弹呢 也需要考虑年底节假日时期的短期影响 只要消费需求下去了 薪资是很难拥有持续上升的动力的 所以我认为 虽然短期火热的数据值得警惕 可能会给市场带来波动 但长期放缓的趋势没有变 这份大非农就业数据也呼应了昨天的制造业PMI数据 证明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处于一个过渡阶段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 加息的效果是越来越明显了 各种数据也证明了消费者开始疲软了 这些迟早会反映到企业的用人需求上的 所以我认为 现阶段各个企业都还在撑 但是一定会有某个节点 突然撑不住 然后爆发 大量裁员 相信未来几个月 这样的现象就会发生 劳动力市场虽然情况不佳 但至少趋势是明显的 而油价的趋势不确定性可就非常大了 最近即将有众多影响油价的事件扎堆发生 而油价对市场又是举足轻重的 我们投资者必须要做好准备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都是些什么事件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石油集团OPEC家的例会了 近期 两位集团成员告诉路透社 他们大概率会维持当前的产量不变 但未来需求还在下滑 所以不能够完全排除减产的可能性 彭博的报道就指出 自从上次宣布了减产的决定后 OPEC家的产量已经减少了100万桶了 作为集团领袖 沙特阿拉伯减产最多 削减了47万桶 将近一半 其他产药国也做了大量的削减 不过 华尔街的交易员和各路分析师 则不相信那两位集团成员的话 调查显示 63%的人认为 OPEC家还会进一步减产 估计的减产范围从20万桶到200万桶不等 FGE咨询公司则认为 减产应该更接近华尔街们估计的上限 起码高于100万桶 上次的OPEC历会 他们就意外宣布了200万桶的减产规模 当时就造成了油价的反弹 如果这次又意外减产 那么恐怕同样的事情还会发生 接着 我们再来看看欧盟和G7的情况 高企的油价显然有助于 俄罗斯继续加强在俄乌战争的投入 而为了限制俄罗斯 欧盟和G7各国就决定给俄罗斯的石油 设置价格上限 为什么是设置价格上限而不是直接禁运呢 因为西方担心 直接禁运会导致全球油价飙升 反过来伤害自己的国民 当前95%的运油船保险 都是由欧盟公司处理的 通过价格上限 可以阻断欧盟公司 给俄罗斯石油运输提供保险 从而减少俄罗斯石油的运输 降低它的营收 经过激烈的讨论 今天欧盟决定把俄罗斯的海上石油价格 限定在60美元一桶 这里面还包括一个调整机制 要保证油价一直低于市场价5%的水平 不少分析就指出 如果中国和印度没有加入 这样的限制只能形同虚设 没错 这段时间内 中国和印度就趁低价 大肆购入俄罗斯的石油 印度的石油部长之前就说 我们要对我们的国民负责 俄罗斯的石油我们会买 随时会买 俄罗斯方面针对这件事就说 这个价格上限并不会影响他们的生产 毕竟现在的油价远高于他们的成本价 最后就是中国的情况了 当前中国还处于严格的风控当中 低迷的经济就让中国的石油需求上不去 疫情的持续飙升 可能会让防疫管控变得越来越严格 但近段时间 转向的消息是越来越多了 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就在周三表示 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 我国的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 新任务 承认毒性减弱被市场解读为一个重大的信号 广州就在官方消息后至少解封了四个区 重庆也宣布了限制检测的要求 但也有机构分析师认为 这些短期内还无法推升石油的需求 而且是否能真正放松 何时能够放松 目前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整体的需求下滑还是主旋律 阿吉认为 对于原油价格的上涨还是比较担心的 现在油价的下滑 完全是由需求端的疲乱导致的 市场也是这么预期的 而现在需求端最大的风险 正是中国的防疫政策 现在市场所期待的放松能否实现 何时实现 以及实现了之后恢复效果如何 都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而我猜测 当前石油集团的减产决定 并没有把中国的因素考虑在内 因为防疫政策确实是难以预料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是未来通胀最大的风险 高盛预测 明年年中的油价可能会到110美元一桶 如果真的发生 那无疑会推升通胀 让美联储无法放松 这是需要警惕的 除了油价不好确定 对于明年股市的走势也不好确定 当前机构对于明年走势的预期 分歧巨大 那这件事对于我们判断市场有什么帮助呢 彭博报道称 在统计了近20家机构 对于明年年底标普500的点位预测后 分歧创了2009年以来的新高 以昨天收盘价为基准 有的认为标普500会涨10% 有的则认为会再跌17% 而平均的预测则是下跌1% 为20年以来的首次下跌 就连2020年疫情时期和08年金融危机时期 都没有这样的预测 美国世纪投资公司的首席投资官就指出 如果真的连续两年下跌 那么明年的衰退一定要很严重 这样的评论是源于美股的历史走势 自1942年起 美国的股市就只有出现三次连续两年下跌的情况 上次出现的时候就是在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时期 他还强调 当前巨大的分歧源于经济 通胀、衰退、加息 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 State Street的策略师就说 投资者希望经济数据既不会太火热 逼得美联储变得更加激进 又不希望太冰冷 让我们陷入深度的衰退 这种火候是很难把握的 不过 虽然年底的分歧很大 但走向还是相对类似的 摩根斯坦利的美股首席策略师就认为 明年上半年 标普500会先跌至3000至3300点附近 下半年会反弹回3900点 JP摩根也认为明年会先跌后涨 现在上半年测一测今年的低点再说 德银则最夸张 他们认为前三个季度会跌到3250点 然后四季度就会大幅拉升 一举拉回4500点 对于明年先跌的原因 机构们也差不多 认为企业的盈利能力还是要继续下滑 美国银行的分析师就说 利润率正在大幅度的下滑 需求放缓意味着价格上不去 营收会承压 而薪资还在往上走 而且上去了还不好下来 导致成本会长期处于高位 高昂的借贷成本 耗空的储蓄和实用率的上升 也会是明年年初市场先跌的原因 也有一些机构预计 美联储明年会因此转向 然后市场就会反弹 阿吉认为 上面的这些分析 证明了大部分的机构都认为 加息的效果会在明年上半年完全释放 但不清楚的是 效果会有多强 会把市场拖多低 这也再次说明了 现在市场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 既然分析师们都答不成共识 我认为 我们投资者也没有必要 现在就孤注一掷的赌方向 控制好风险 仍然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最后按照惯例 我们再来个一周总结 本周三大股指受鲍威尔讲话影响 全线上涨 其中标普500本周上涨了1.13% 道琼斯指数上涨了0.24% 纳斯达克上涨了2.09% 板块方面 本周两个板块下跌 其余板块上涨 其中通讯交流和消费者 非必需品板块领涨 涨幅分别为3.31%和2.10% 能源和金融板块下跌 低幅分别为1.97%和0.64% 利率方面 本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下跌 跌了5.5% 受在了3.48%的水平 收益率曲线持续倒挂 十年期和两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倒挂幅度 创了40年以来的新高 石油本周则有所回升 或许是对于周日要开的OPEC会议 产生了反应 上涨了4.01% 美元指数则继续回落 本周跌了1.5% DXY受在了104.5% 本周重大的宏观消息有 鲍威尔在布鲁金斯学会上的演讲 演讲中 鲍威尔并没有如市场预期的那样打压市场 只是重申了美联储未来要放缓的消息 同时还提到了软着路和停止缩表等方面 显得较为鸽派 ISM制造业PMI指数跌进了50的萎缩区间 需求全面下滑 但还没有传递到企业的佣人上 今天大飞弄数据继续火热 其中的薪则涨幅超预期值得担忧 下周值得关注的宏观事件有 周一福业PMI指数 周三欧元区三基础GDP和就业情况 周五密西根消费者新型指数 值得关注的财报有 周四盘后的Costco DocuSign Lululemon和Chewy 周五盘前的理想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的还不错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持续输出不易 阿基需要我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 祝大家周末愉快